佛山和珠海 其實我自己覺得佛山是OK的 還有珠海 我相信廣州澳大橋通了 珠海在第一波一定是受惠的 第二波是中山 但對比來說 經濟活力的表現人口 佛山始終是優於其他城市 我們會覺得始終住宅 如果香港人買到一定是住宅先的 因為寫字樓和舖位 都屬於我們會叫專業投資者 資深投資者涉獵的範圍 等於香港也不會自己去炒寫字樓 如果你不是專業投資者 除了門檻相對高之外 其實都是相對比較簡單 買住宅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住的需求大 如果短期來說 可能因為有幾樣的產品 譬如舖位、寫字樓 這些相對我們會看比較慢 住宅來說 如果你說用一年時間去看 我們都覺得如果政策上有鬆動位的話 5-10%是走不掉的 你一定是自己很熟 才會去隔價去看每一間二手樓 甚至乎你買過很多 當然如果你買到二手樓 是屬於一些好的地段 它的租金回報會優於一手樓 這是一定的 但都是要自己做功課 再一次 請 李宗勤 稀 請 請